美妙的音乐声搭配周边满满的文创氛围 令人心晃神疑 碰到疫情影响 近期鲜少大型活动 为了迎接暑假 同时也能推动横春文化生活 注入观光 特别办理2022南国生活节 邀请乐团音乐会表演 文创市集进驻等 期盼朝着这个夏天 我想在这个后疫情的时候 大家已经很闷 闷坏了 那平东县政府 引领暑假的到来 特别在这个学期的末端 特别在暑假前 办理了一系列的这种活动 希望来带动整个夏日的旅游 那尤其在墾丁大湾的地方 邀请了非常多的独立乐团 在这边从下午 一直到晚上的演唱 那另外呢 有一百多摊的文创这个餐店呢 那一些相关的文创商品 及在地的美食呢 来供大家分享 南国生活节 除了邀请独立乐团到场演出 还安排了许多餐饮 文创市集及周边商品分售 让民众再肯定享受悠闲气氛 另外也特别以职人手作品牌 融入道道家肴 期盼借音乐借活动 拉近彼此距离 感觉人与人之间比较接近 比较有那一种 就是亲和力这边的感觉 还有海风 还有音乐 放松的音乐 从台北来 然后就是为了这个活动来的 然后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的品牌 古董小姐我来摆摊 然后我就想说要来看一下 然后来逛了之后 发现这边的很多品牌 我觉得非常有趣 然后还可以听音乐 还可以看海 非常棒 音乐或首日 吸引上万人参与 一起从白天到黑夜 在星空下享受放松的南国之夜 平县福表示 今年将平日生活事集 转型为南国生活节 象征为恒春半岛的旺季揭开序幕 旅宿业者反应良好 游客也很捧场未来将朝每年固定举办方式 塑造全新的恒春半岛品牌 记得不一听众之后 采访报道